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 瘋狂的世界 拎著痛把眼中所有夢 都交給時間 生非就用心的舉飛 誰不經歷狼狽 我想我會忽略失望的會 擁抱遺憾的美 我的夢說別停留等待 就讓光芒摘下淚濕的瞳孔 映出心中最想擁有的彩虹 帶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 因為你是我的夢 世界會怎麼變化 都不是意外 記得用心去回答 邊緣的精彩 世界會怎麼變化 都離不開愛 記得成長的對話 勇敢的說我不再等待 就讓光芒摘下淚濕的瞳孔 映出心中最想擁有的彩虹 帶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 因為你是我的夢 好了收拾利索了 打今兒起啊 這兒就不需要你了 趕緊回家安心地寫你的書去吧 我要沒事的話還會回來幫忙呢 我跟你說媽也已經顧了人了 你就放心吧 這次啊你一定得寫一本像樣的書 這樣才對得起老婆 見了沒有 那我走了 走了 我還真走不了 明天早上會兒來一批貨嗎 要不然今天晚上我就在這兒住 我把貨借 行了 孩子 那跟你爸死了 操心地美回家 啥頭呀 回去 那辛苦您了 爸 你先回去吧 走了 一千年快樂 別哭了 我無人的煎獎 謝謝警告 你自尊 萬千奇妙 想要你心裡人的聲音 你能親自讓 仍爱着就好 明峰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你抽什么急啊 快起来起来起来 怎么了 怎么摔的呀 怎么摔的呀 妈不穿你看着吗 我告诉你了十分钟 这 这不我洗衣服呢吗 穿着哪儿没有啊 那你也得看着点啊 怎么跟你们说话呢 你说我 我在这儿伺候你们俩 我还伺候错了是不是 怎么样 疼不疼啊 早知道就不睡了 起开 想上厕所啊 走 慢点啊 怎么了 自己来 你要自己上厕所啊 那万一你又摔了 一头在马桶里 怎么办啊 来 不老夫老妻了 害羞什么 不出气 凭什么呀 林林峰 你 是我张瑶瑶 合法娶回来的 嗯 嗯 嗯 见 不要锁门啊 嗯 不要锁门啊 你还好吗 好 好 知一声 嗯 李林峰 你要是 一直这么可爱 就好了 来 妈 我来帮你吧 别动 别耽误干活儿 我的亲妈 你别这么小气嘛 我跟你说啊 你妈在你家 充气量就是一个老妈子 啊 这没工钱不说吧 这还什么活儿都得干 这天天的还得提心吊胆的啊 警方啊 被训斥 我那不是着急吗 您又不是不知道 她还在恢复息呢 我知道我 哎呀 你要和我叫什么劲啊 瑶瑶我跟你说 你妈我也是个有脾气的人 啊 为了到你这儿来 我 我电影我都不管了 扔给你爸 你就知足吧你 我不是说了要找保姆吗 这 保姆 保姆 保姆多贵啊 啊 我跟你说你现在的情况 得省一分试一分 我跟你说现在我 你妈我啊 就是你们家保姆 你就别拉个脸了 你地球引力 还不够你的脸 你别别别别别 哎呦 你说吧 你让我担心也就算了 哎 你那哥也让我操心 你说吧 他写一本书 这出版费是四千块 就是他辛辛苦苦地写 十本也就四万块 是 这钱是不少 可是万一这个 这个出版社倒闭了怎么办 这读者不喜欢他了 那又怎么办 你说是不是 这个我不懂 反正我哥既然选择了 那就让他往前冲吧 冲冲冲 你们都往前冲了 那我们这做父母的 该多担心啊 哎呦 希望他能好吧 要不我跟你爸啊 怎么面对亲家 嗯 还是我家李宁峰好 光敢私立一个 傻丫头 哎 你说他要爸妈 真在的话 那咱俩能省多少心啊 妈 你就说说 你对他 不比对我好多了 这老话不是说得好吗 啊 这丈母娘看女婿 是越来看越喜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啊 这丈母娘 是不得把闺女嫁出去啊 那也不能全程护着 那就得宠我们这女婿 这目的不就是让女婿 对这个闺女好点吧 我跟你说 这做婆婆的 是要跟儿子一起到牢的 这有恃无恐 你还一套一套的了 行 您最好了 又是丈母娘 又是婆婆 行行行行了 我跟你拼了 我还得回家 给你爸做饭了啊 对了 你不是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吗 赶紧睡觉去吧 行 那我送送你啊 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 多看书啊 看书得恢复好 你想起来 家是怎么认识的了吗 你想起来 你想起来 你不是警察吗 然后我就报了案 然后啊 你就喜欢上我了 家公祭司 还要了我的电话号 然后啊 我那个时候 不是在巡顾台工作吗 你就天天给我打电话 搞得我都没办法工作了 补偿我 你说吧 帮我剪指甲 你没醒那会儿 天天都是我伺候你 还我 李宁芳 别说话 剪刀热 喂 木子 莉莉 我今天调说忘了你在家了 我妈来了 你妈来了 我给她去买点菜做饭 不用 不用 她不上一次纸 你赶快走 赶快收拾 快点 快点 我 木子 妈 你到车里等我 好的 不是 妈 这边走吧 好好好 你去哪儿 来的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叔叔相亲 怎么那么不靠谱啊 怎么不靠谱啊 你叔叔条件好 挑递得很 以他的性格哪能凑合呢 哎呦你 你这还有几层楼啊 累死了 那要不您歇会儿 别别了 别别了 我这好久没爬楼梯了 到了 对 来 进来吧 您先坐啊 妈给你倒喝的去 好 电脑怎么没关呢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看 啊 你的事还昨天晚上忘记了 给我关上 昨天晚上 这要烧坏怎么办 再引起火灾 哎呦这这这 太不让人舍心了 啊 你这样不像从自家跑出来的啊 像什么啊 像被人捉奸赶出来的 谷卫 在家写书那么丢人吗 至于躲成这样吗 年纪大的人跟我们想法不一样 等到我什么时候写书稳定了 在书店能买到我书的时候 我就差不多能说了 你这车上又带过女孩了吧 腿那么短急死我了 瘦蛋 去哪儿了啊 随便 反正我除了手机 和家门钥匙 我什么都没带 走着 坏了 屁股没擦干净 我接个电话啊 你这个 我想着帮你存在这儿 不过 给忘记了 拜拜 五千字啊 没了 五千 我刚好做事八百都写 你一天就能写五千字 还有一天一两万的呢 没了怎么办 冲写呗 能记得住你吗 不知道 尽量吧 马上再说 这第一次逃跑 我还是没有经验 着急忙慌肯定会出事 下次赶紧不回 行了 别说你叔的事了 咱们去给没心接风起人 没心回来了 今儿刚到 你怎么不早说呢 早就说了 走走 你天天忙着写书 早给忘了吧 没心 Cafe 请不 83 slope 从来 Adams quas 维得出来 我们也见不得了 更遵律 ROSS 可保 有什么地方 我以为了 你不能真正 我以为你是真理 大学老湿了 怎么还穿那么土 我又不讲究这个 谢谢 博士毕业怎么不去研究所啊 当老师有什么好的 还得给任务 我 我就是喜欢学校 估计离不堪 所以 你 这次这么突然地回来 是为了见同学还是 金融危机 谈好的工作都黄了 那就正好回家看看父母呗 散散心 这次是挺严重的 我好几个朋友都被裁员了 而且都是中层 嗯 要不 要不你就回来吧 回也不回这儿啊 当然是回父母身边了 对 哎 哎 她 寒冬还是那样的 没什么变化 大老板 嗯 哎 小山 欢迎来中国 我来 懒得理你 这 坐人边 别 我我我坐人边干嘛 别别别 坐挺好 那我就 别别别别 不能让我们俩坐那儿啊 挺封建啊 这上面有册是怎么着 朋友前妻不可亲 懂啊 你 你们这个样子啊 搞事情 你个嘴太平了 小山这还羞涩了 三十了 装唇 不不不是 你这个围巾 寄脱鞋 干嘛了 被媳妇赶出来的 对 连滚带爬 我连鞋都没换 我寄了个粉围巾 我就出来了 这下你满意了吗 这么说 处着干嘛 跟个玉米杆子似的 这不 招风引蝶呢嘛 你引的是这个蝶吗 你看你打嘴怕我特开心 吃什么 你结婚了吗 像吗 看着不像 拿出情帖的那一刻 眼底没有急于想分享的喜悦 观察仔细 冲加油的 他呀 和那谁 他让我回来带给你的 得 我这段啊 大结局了 你们说这东西 国内外通用啊 穿高的鞋走过的话 是挺难受的吧 习惯了 稳吧 这两天 你来的时候 正好赶上降温 来 先穿着吧 对了 这条街上比较难叫车 我先帮你叫车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别走啊 陈欣 东换个吧 快上车 哦 哎 我给个师傅二百块钱 多退少补 你倒酒的之后告诉我一声 嗯 师傅 开慢点啊 哎 好嘞 拜拜 宝贝 嗯 你就凑合着吃吧 谁让芒果不会做饭呢 是啊 妈 我看啊 我现在都比您会做饭了呢 过去啊 你总缠着保姆给你包饺子 这嫁了人 你都会做饭了 想想你这么大的变化 妈妈好心疼啊 哎呀妈有什么可心疼啊 你想啊张长空结婚之前 连自己的袜子都懒得起的人 现在我这脏衣服全太洗呢 嗯 她也帮你做家务啊 嗯 这倒是挺好的 来 妈 您吃 来 你吃你吃 宝贝 快 吃吃 呦 这个时间她还没回来啊 你们平时有交流的时间吗 她也就是这两天忙点 哎呀 妈妈就是担心你们 都忙自己的 没有时间交流 这感情啊 都是处处来的 哎呀 平时不维系 也要生疏要断的哦 知道了 妈 瞧给你操心的 赶快吃吧 一会儿都凉了 你吃你吃 看着你吃 好好好 我吃 哎 从她走到现在 我脑子给冲锋了一百遍 如果当时可以的话 我为什么不跟她说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还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好 总 对 就是怂了 我的本性 麻烈的 你现在只要敢把电话打过去 我立马可以送过去 郭靖儿一觉 张哥 有人找你 哦 编辑来了 哎 我还以为走错了呢 门口绕了好几圈 这儿不好找 你坐 你们聊啊 把水给了 好 来 我这带着 慢慢吃 这么着急找我 你放心 我新写的书还是那个价格 等我们签好合同之后 我就开始写 名字已经想好了 呃 叫 善良的死神 嗯 好名字 长公 对不起 你有事说事 上来就说对不起干吗 我们 不打算跟你的新书签约了 为什么呀 我之前写的书在你们网站 排行榜是第一和第二 那为什么不跟我签了呢 理由是什么 你们连流量都不要了吗 这个理由 说出来有些好笑 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是因为你写得太快了 我写得太快了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能够 一直连载不断更吗 而且我写得快 读者才会更加地稳固 这样的话 你们也会增加订阅啊 我看过了 我的订阅已经远远超过了 你们给我的稿筹了 问题不是出在你身上 而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的付费阅读 是跟渠道方合作的 也就是说 付费用户的钱 先要支付给渠道方 渠道方在经过中转之后 才会支付给我们 他们非常强势 不但要抄走 其中大部分的资金 而且回款非常慢 起码要半年以上 可我们支付给你的稿费 却不能这样 每个月都要支付 签字三十 你现在一个月 可以写三十万字 三十万字 也就是九千块钱 我写得太快了 这个理由也太 不是太讽刺了吧 你也来过我们幻见 了解我们的情况 公司上下就几个人 总投资就几十万 除去服务器 可用的流动资金 真的很少 跟你说实话吧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已经好久没开过工资了 你们的难处我能理解你 让我考虑考虑 真的很抱歉 长工 没事 这又不是你能主导的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下一步 纯粹是朋友间的闲聊 做你编辑这么久了 都做出感情了 我觉得你真的很棒 所以很关心你下一步的想法 是打算换个网站 还是等我们幻见情况好起来 说实话 我今天听这个消息其实挺突然的 我当然希望我可以跟幻见 一起成长 因为作为一个作者 还是有感情的嘛 毕竟在这儿待了那么长时间 但是依你们现在的现状 能够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已经转行 变成职业作者了 我需要养家糊口 如果现在换网站的话 风险很大 虽然之前我在幻见是第一 但是如果换一个网站 我能不能还有这样的人气 我 我不确定 想不想听听我的想法 我当然了 你了解我 而且你也了解我的写作风格 坦白地讲 如果站在幻见的立场上 我应该毫不犹豫地挽留你 但我觉得这样 对你不公平 别说是你 就算是我 已经看不到幻见的未来 不管保证未来 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既然已经选择了网络写作 总要向前看 但是幻见的前行速度 已经明显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成功 去一个更大的平台吧 有没有听说过起点 听过 你觉得怎么样 我很喜欢那儿 之前呢 也投过几次简历 但都没有回音 但你不同 你是以排行榜的实力说话 去问问 找一下他们的编辑 我觉得 他们肯定会对你感兴趣 从头再来虽然很难 但我觉得 以你的实力 绝对没问题 谢谢你 不管未来在哪儿 我们都是朋友 我都没有 要我说啊 你就是太怂 这要够我上去一把抱着我 死活不撒手 没心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怎么可能呢 根本就醒不通 你这想象通 把人姑娘放走了 你这以后还什么时候能见到啊 行了 也别想了 这时光也没法倒流 你这事也不知道能帮上点什么 有人说话啊 有兄弟的 还没轮到你救济的地步 慢 回来了 这大晚上的怎么穿成这样啊 我今天着急出门我给忘了 走半道才发现自己没换鞋 还从脚底起 以后长点心吧 妈 我送您出去 不用了 司机过来了 你们俩赶紧上楼吧 嗯 快上楼 有空啊 常回家看看 妈走了 嗯 妈妈再见 再见 妈您慢走 拜拜 走吧 冻死我了 咱们今天走楼梯吧 哦 那您自己走着 哎 老公背你 那上来 不是 你是不是被杜傻了呀 那我说真的 你这穿一拖鞋 我在拽焦了怎么办 哎呀 我就想感受感受 不好走的滋味 来 鸡不可食 吃不再来 哎 老婆 嗯 哎 对了 我妈想跟我们买辆车 不过被我拒绝了 我算了一算 我们两个一起赚钱 怎么样到年底 也能把一辆车的钱 给赚回来了 嗯 嗯 哎 咱们有了车 我就说 我和爸妈说 你已经全这些做了 哦 那太好了 嗯 我终于可以不用被赶出门了 谁赶你了呀 别去借我 知道 知道 嗯 莫子 嗯 我想换个网站写作 哦 又换 嗯 你没什么想说的吗 我公公说你不也没说什么呢 而且 要是出什么差错 还又怪我 我要难过好一阵子呢 哎 哎 不是 你没事吧 哎 不是 不是 你要吃顺了怎么办呀 不是 你怕什么呀 有我陪着你吗 要死一起死 哎 哎 回家了 谁先去你闹了呀 你 快走啊 拜拜 拜拜 你好我是张长工 你好 嗯 稍等一下啊 喂总编 张长工先生已经到前台了 哦 好的好的 嗯 那个总编让您稍等一下 好 他马上就来 其实我也是您的书粉 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活的偶像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活的粉丝 你好 你好 张长弓 久仰大名啊 来 这边请 来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 幻见书萌的榜首 不 榜单第一和第二 都是他 不用再说了 你们应该很清楚他是谁了 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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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张老师 你还记得我吗 你也来这儿了 是啊 好巧 你们认识啊 是啊 我是他第一本实体书的编辑 那个时候还没做实体出版呢 恩人 真是太巧了 等我和张老师签了约 就交给你 好 没问题 真好 请 好 真没想到啊 换剑竟狗手把你给绕出来了 我也是被逼无奈 所以才走上和毛遂自荐的路 哎 你那个身价还用自荐吗 说实话 其实我这个人吧 就固着在家里写书 对外面这些网站的事情 还真是不太熟悉 当年我进幻见书萌的时候 也是因为一个编辑看中了我 谁那么慧眼诗珠 小编辑 小编辑 不会吧 你给他们带去一半的流量 再怎么说 应该是主编跟你对接吧 不是 是 你等一下 小周 准备一下签约仪式 好的 总编 赵青 准备好合同 搞事先控着 快点啊 好的 大家会儿听好了 一会儿啊 各部门主管到会议室集合 怎么样 诚意满满吧 受主若惊 请坐 哎 我就不和你先承了 我们开门见山的聊吧 好 我们起点中文网 现在网站运行非常良好 我呢 也非常希望你能加盟 价格 肯定比换件给的要高 我是毛岁自荐 你还给我加价 你值啊 给你多少我都赚 好 那我答应你 条件呢 第一本书 按照换件的价格 等到这本书写完之后看成绩 然后再来谈涨价的事 还有 我还有一个 附加的要求 你说 我想带一个编辑进来 倒是第一次有人 跟我谈这个条件 刚才我在你们的前台 看到了一个招聘的宣传单 你们这要招编辑 这个人算是我的一个伯乐 他在换件那边也不太顺 所以我想如果可以帮的话 我想帮他一把 既然你看中的话 没问题 打电话 我见去 那您什么时候方便 随时 现在倒可以 好 对你呢 我们也不能亏待 两种方式供你选择 第一 分账 收费阅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你 再加上奖励的话 应该能达到百分之一百 另外一种 我们以买断的形式跟你合作 签字七十 你怎么选择啊 我选买断 好的 好 咱们 来 来 来 老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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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工 快去吧 就差工资没跟你谈了 我的天 起点中文网 我之前投过好多次简历 都没有回音 长工 这次要谢谢你 真心的 快进去 等你好消息 那我先进去 那网站上说千字七十 你一个月能写多少字啊 二十六万 一万八千二 网络连载你能赚一万八千二了 那实体书呢 出版社涨价 繁体字一本是五千 照这个字数 我一个月能写四本 那就是两万加上一万八千二 一个月等于三万八千二 这还没算简体呢 这就是你的年纪 已经四十多万了 算上简体大概五十万 不错不错 你这个长工资的幅度 还是挺快的吧 去年的有十万 不到 如果你愿意啊 厕所的那些脏衣服 现在都归你了 我抗议 这个规则必须要变 你想怎么变 今天我刚升职 特别辛苦 今天不算明天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 明年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今年所有的家务 都归我了是吧 行 我是男人 我让着你 可以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好的 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 等着啊 还有礼物呢 这个是为了庆祝 你光之子顺利出版 定制的礼物 打开看看 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 你现在送太晚了 这个小说 是以我俩为原型的嘛 所以什么时候庆祝都不晚哟 给点面子吧 喂 我都想你会不会 这是在玩我的 你突然里边 出来个什么东西 确定啊 嗯 哦 两道闪电啊 闪死我了 看清楚这个是光 喜欢吗 算算了点 哦 是光啊 嗯 喜欢 只要是你送的 我都喜欢 木子 谢谢你 像一束光一样 照进了我的生命 嗯 为你直入一行 走向抗壮大 哎呀 我是不是应该配合你一下 快快快 哎 方向不对 哦 啊 昌公 我还以为 你只是业余爱好 没想到 努力到专业作家了 还这么成功 恭喜你啊 成功 离不开木子的支持 你这个孩子啊 不容易 爷爷呢 想嘱咐你两句 您说 以后啊 你就是文化工作者了 啊 要秉公守法 不能写那些 歪门鞋道的东西 歪门鞋道 爷爷 你可别逗了 木子 别打断爷爷说话 别嫌疑爷爷古板 爷爷过去也读过书 这个书啊 那是交给 人积极向上的东西 所以啊 你自己要做好 做好了 你写出来的东西才有价值 所以啊 你要把 你自己的价值观 告诉社会 不能误导人 好 记住了 啊 就这么多 一定要记在心里 爷爷 您放心 我记着 爸爸 你就差 带着长工宣誓了 你还是文化人 我承认我比较随心 看起来也很不稳定 从心座看 也很难相处 但这次月亮出莫神奇 我可以说非常任性 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 按道理说 按道理说 你不该相信 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 我想 我想好好的爱个女孩 好好的让她有我可以依赖 好好的陪她开心每一分每一秒 直到她不得不离开 直到她不得不离开 好好的爱个女孩 好好的吵架和好任性耍赖 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 爱着你 哪怕你终究会离开 我只想 好好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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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